白哈巴村地处祖国版图的西北角 冬季寒冷漫长 八一爱民小学现有学生42人 师资力量比较匮乏 正在教学生唱歌的战士吕文强 是八一爱民小学的校外辅导员 一有空余时间 吕文强就会教学生们唱歌 还会教学生们弹吉他 给学生普及国防知识 校外辅导员 已经称为白哈巴边防连 教育学生成才成长的一项老传统 在官兵们的接力帮扶下 一批批少数民族学生 如期完成了学业 学校校长叶尔肯巴依尔 和副校长加依娜 都曾经是八一爱民小学的学生 1982年 当时我上一年级 白哈巴蒙古小学没有教师 我们就在连队的老英方里面学习 官兵们经常到我们学校 给我们上课和我们一起玩 直到现在我印象特别深刻 在阿拉泰军分区的帮扶下 位于白哈巴村的八一爱民小学 暖气改造工程 正式竣工并投入使用 如今即便室外冰封雪果 学生们也不用担心室内的温度 在学校活动室中 军医球银川正在为学校师生免费体检 普及卫生健康知识 五年前 恩科的母亲因病去世 全家生计靠父亲一个人打零工为耻 连队听到这个消息后 于恩科结为助学队子 一直资助他 直到考上大学 家里最困难的时候 我想让尹克助学 后来连队指导员找到我 说一直帮助尹克 后来我也改变了想法 让尹克读完大学 不论连队官兵怎么变化 我们都会一如既往的 关注八一爱民小学的建设 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不会让任何一名学生受冻挨饿 也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 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